平实力单身的女孩是怎样的 上课穿着动动袋跟人打招呼 会对有好感的对象勇敢表白 而她遇到对自己是好的校草 却特意选在公园长椅上约会 还准备了两大碗炸酱面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她将保鲜膜包裹的炸酱面 形容成上次通马桶的过程 校草果然嫌弃地放下了面 而小檀却开始暴风吸入 粗犷的肢体动作 夸张的吃面形象 将所有烟萝卜咬一口 再放到自己的碗里面 为了摆脱校草的追求 小檀还在饭后讲起了冷笑话 校草一脸尴尬 她却笑得前仰后合 到了晚上约会结束 校草本想送小檀回家 偏偏车子送去维修了 两人不得不一起坐公交 在雨中的小檀回眸一笑 校草竟害羞地挪开了眼 从未坐过公交车的她 最终在小檀的指导下 顺利坐上了车 等校草离开后 小檀暗自窃喜 没想到校草只是不想 将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 由于手机没电关机 她只能冒雨跑回家 就在这时 举散的不是别人 正是与她同居的九尾狐 原来她联系不上小檀 又担心她淋雨 便专程出来接 活了999年的老狐狸 真会撩 正在看视频的你沦陷了吗 而回到家的小檀 兴奋地向九尾狐会抱着 校草现在肯定很讨厌自己 可没想到转头就收到了 对方邀请她看电影的短信 这个男人是学校里有名的海王 光入学就交往了20多个女友 所有女生见到她 都会热情地上来聚功问好 她却对此不屑一步 这无处安放的颜值 还有拿不下的女孩 可偏偏就有一个女孩小檀 对她那时避之不及 如此与众不同的女孩 让她产生了极大兴趣 这天她和朋友打赌 要拿下这个女孩 于是第二天就对小檀 发起了强烈的攻势 她先以没带钱为由 向小檀借钱买饮料 然后以还钱为由 约她晚上见个面 没想到这是个推拉高手啊 但善友并未死心 又借看时间之名 抢过小檀手机 给自己打电话 从而留下号码 晚上她就给小檀发短信 还钱并约她一起看电影 小檀虽然单纯 但也察觉到了她的意图 于是她直接将卡号发给了她 善友盼着自己被拒绝的短信 百思不得其 不过她的运气像是 印度火车开了挂 研究恋人客题的小组合作 她和小檀恰好分到了一组 朋友们都认为自己打赌要输了 便聚在一起 给小檀的相貌打分 可善友站在旁边 一句话也没说 这一切恰巧被路过的小檀听到 这让她对学长更加没有好感了 更过分的是 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朋友 也应极度在背后嘲笑她 这让她非常崩溃 独自在图书馆整理课提到深夜 当她走过黑暗狭长的走廊时 一盏盏灯光进阶连为她照亮 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听到九尾胡关切的声音 所有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哭得梨花带雨 如果在伤心委屈哭的时候 出现一个帅气的男生问你 你的反应是不是这样的 恨不得把伤心都哭出来 要是她还关切的继续问 你是不是只会哭得更凶 九尾胡轻柔的将她拥入怀中 默默的等她平静下来 随后还带她唱歌发泄 这一对要是没在一起 我宁愿单身一辈子 有九尾胡的陪伴 原本糟糕的一天 变成了最有趣的回忆 到了第二天 小谭来了亲戚 痛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九尾胡以为是内丹的问题 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特意跑来向她道歉 给她准备暖宝宝和红糖水 点了一大堆她爱吃的食物 小谭非常感动 可偏偏明天还有 和学长的恋爱课题作业 万一和她稍有接触 九尾胡看到小谭身体不适 却还是强忍着出门做作业 便主动提出代替她去约会 她利用幻术变成小谭的模样 十分礼貌地去福医院 格外文静优雅地吃香 让学长开始怀疑人生 她们在电影院里 遇到了同样做客题的朋友 朋友看到小谭特别开心 提出了双人约会的搜主意 她不知道这是九尾胡变的 你为什么要玩? 你真的要玩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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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玩一遍 好